左都御史八人数报请王爷恩准 南城巡街御史桂兰山声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即刻上任 恭喜 恭喜呀 上回咱们说到桂兰山市骑虎南下 扶清王金 要他非拿出证据来不可 桂兰山却在王爷面前请了令牌 要请八大人和他一起去请任正 没想到要请的这位任正是封疆大吏邹成人 要是没王爷的令牌 这可真请不来呀 皇上得知齐贝勒至今还关在牢里 而扶清王居然没能够把自己的儿子给弄出来 这小小的芝麻官居然能够和皇亲国戚斗上来 这让皇上大为好奇 想要弄清事情原委 公堂之上众人都在 桂兰山把恩福行贿的那本账本给成了上来 这本账本上记载详细 只有出账没有进账 数额巨大总共有四十万两 并且其中受贿最大的齐贝勒整整有二十万两 这就让在座的各位都尴尬起来 其一只有出账没有进账 其二数额巨大 总计文银四十万两 其三收受之人都无不姓名显脱 接着桂兰山又将恩福在青楼过夜 被偷了护书的事给大家讲明了 并且帮他找着之后还有恩福签的收条 福亲王自己也是个受贿的主 自然不允许桂兰山再将此事闹大下去 就要让搜成人先回府 可这时桂兰山甩出一个王炸 就是如此巨大的银钱数额 在横昌银号都有流水单据 单据上边的数目和提款人都跟账本是对的上 这可是贴政如山了 恩福健壮大惊 立马抢过那张银行流水单就往嘴里塞 桂兰山连忙劝他慢慢吃 那张是假的 真的还在他手上 恩福估摸着再有张真的 他也吃不下了 当即昏倒在地 福亲王和八大人等人 没料到桂兰山这般鬼难缠 但是对着证据他们也束手无策 而听到八大人说桂兰山这人也不贪财 给他升官 他好像也不是很在乎 这就只好宣布退堂在意 桂兰山整了这么一出 基本上大伙都给牵连上了 这真要是查谁都跑不了 此人啊 琢磨不定啊 那 黄牌之物 也不足以打动他 不能不能 那凡威把柄呢 马上行事个八面玲珑的官 这就找到了桂兰山 埋怨邹成人 没把桂兰山那一份孝敬到位 马上行私下给了桂兰山一千两银票 没想到桂兰山竟然欣然收下 众人得知之后 心中大定觉得这鬼难缠 也不是个油盐不尽的主 这下也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了 二天开堂再审 大伙都松了口气 可是桂兰山却不按套路出牌 依然跟个嚼屎棍子似的 拿住真假贝勒这个茬不放 而此时国舅爷也来了 借口探望其贝勒是假 替皇上吃瓜是真 给父亲王拿了人参之后 就坐在堂上看审 这时候恩胡坐不住了 贸然控告桂兰山 勒索他银票一千两 那银票的钱庄票号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千两银票本是马上行 拿去给桂兰山的 而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这张银票桂兰山早就拿去给了国舅爷 让他帮忙保管着 这下国舅爷拿出了银票 大家都没话好说了 父亲王气得当场晕倒地上 国舅爷看了这一出好戏 虽然见齐贝勒只是皇上 给他来看戏的借口 但皇上惊口欲言 说看就必须得见着了 父亲王正为难着 没想到桂兰山 却把贝勒爷给送回来了 齐贝勒躺在床上 让国舅爷见了一面 国舅爷就回去跟皇上交差了 福亲王到了这时候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只得答应桂兰山查处四十万两白银的事 邹成人和恩福当了替死鬼 一个被革之查办 一个被发配边疆永不录用 齐贝勒终于回了家 他堂堂的皇上堂弟 何时受过这等委屈 立马就召集手下狗腿子 想要冲去南城府衙打砸 要把桂兰山这老小子给打死解气 刚巧福亲王上朝回来 连忙喝止了这蠢货 齐贝勒见到老爹说的生气 只得暂时咽下这口气 插得就让我下不来台 逼得我只好拿邹成人开刀垫底 你还敢闹 桂兰山再折腾一场 你呀就等着宗人府高枪劝进去吧 八大人在家里给这案子复盘来着 前前后后的直觉的这鬼难产手段高明 而八小姐则笑话他们这帮官员们无能 才会被这七瓶小关算计 实在是可笑至极 恩福被发配苦寒之地了 牡丹红加入了豪门的梦也泡汤了 倒台夫人没做成 于是她决心发愤图强 继续在青楼里好好努力 桂兰山办成了这件案子 终于完成了对赵铁面的承诺 她终于能放松身心回到家里 可家里的老姐姐却十分的难过 桂兰山给她买了平日里爱吃的糕饼 她也看都不看一眼 因为她知道弟弟为了这一个案子 到处得罪王公大臣 怕她这个不畏强权的酱脾气 以后下场不好 于是姑奶奶提出让桂兰山找个相好的再婚 家里有个女人管着她 这家伙形势估计也不会太莽撞了 桂兰山找到小金花 本想劝她不要再干这些个卖一不卖身的事 可小金花却误会桂兰山此次审案 是为了八戒王爷 为自己的公民前途着想 桂兰山只能够用时间证明给她看 这次贿赂事件公堂之上 桂兰山没把马上行给点出来 让她逃过了一劫 于是马上行摆了一桌子好菜 要跟桂兰山道谢 顺便拉拉关系 晋王爷让八王爷给桂兰山升个官 升为了江南道寻茶御史 桂兰山心中念着 赵铁面秉公之法却过得这么惨 喝醉了把这些官员大骂了一顿 然后醉倒在地 桂兰山这次会去江南道上任吗 小金花会因为她真的升官而误会她吗 观众老爷们 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